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世界,为名无私职,我法妙有空,是名佛学义 社会上有很多人都把佛学这门学问误解了 云高大师认为 佛学是一门科学的因果律性的学问 是一门无为性的学问 因此,佛学根本不是像社会上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所认为的 是什么阴阳风水、算命看相、策字等妖言惑众 出神弄鬼的怪力乱神 那些怪力乱神与佛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佛学更不是封建迷信能代表的 佛学讲的是 首先入门是戒定慧 即严守戒律、增强定力、生长智慧 其次,便要学习培养四无量心 即慈悲喜舍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心地 放在一种慈悲喜舍的境界上 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语言 都要以一种慈悲喜舍的境界来对待人民 慈心就是要像爱自己的子女亲人一样去爱人民 悲心就是要像看到自己的亲人痛苦 我们自己产生那么难受的境界 而对待其中有痛苦的人 甚至于一切众生 喜心是看到他人幸福 看到其他众生都快乐 就等于是我们的快乐 舍心是只要别人需要我们的东西 才能解决他的困难 我们能帮助他 那么我们就把我们应有的东西 或者把我们应有的能力施舍于他 这叫舍心 此慈悲喜舍四无量心 是佛教徒最重要的基础知识 基础境界 建立这个境界 首先自己要明白 大者是爱国 即热爱我们的国家 然后爱整个世界 所以首先要有爱人民 爱国 爱世界 这么一种崇高的境界 这也是一个佛教徒的基本境界 那么在此基础上 对待人民要绝对无私无职 也就是说 要没有半点私心杂念去对待他们 做了好事也不予执着 我法妙有空 这是比较深一层的意义了 他是说 断除我职 断除法职 真空 即为妙有 这是一种功夫程度的境界 是对波罗地的正境 那么 在认识的基础上 正到波罗地 才是了彻佛性 本来面目的境界 这不是三两句话 即能解释得清楚的 如果要把它弄清楚 还需当身习般若 误彻菩提之妙理 只有懂到这个道理以后 才能真正理解佛学 所以 佛学的境界是崇高的 它是作为一种 因果关系 存立在世界上 遍布于宇宙间的 所谓因果 就是 只要中了因 就一定结果 因果不昧 因果 是一个科学名词 而不是迷信的学说 因 就是你具体做出的行动 果 是做出行动 所得到的应有享受 一种后果 就称为因果 比如我们打鼓 用手去敲鼓的时候 就叫做众因 发出的响声 就叫做结果 又比如我们吃饭 用火做饭 用水熬饭之间的过程 即是众因 最后 吃到饭 即是受果 也就是享受果实 这就是因果的关系 当然 佛学的道理是很深的 这里讲的 只是佛学中 最基础的见识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 engage hvis 你多 Ante 一定要给 code 入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